今天是技術性的反彈 今天是技術性的反彈 這個技術性的反彈 我們沒有看到成交量 它是屬於一個放大的 所以說我們把它歸納為 所謂的技術性的反彈 那投資朋友們如果說 你目前為止 你要操作台灣的股票市場 請你留意一下 你現在操作的標的 應該是屬於一個底部起漲的 而不是說目前為止 你所追求的一些股票標的 它是在高檔區的 這個地方你要稍微的去做出個劃分 當然個股表現的話 對於各位的財富 只要你看對了一檔股票 你能夠在準確的一個低檔區 一個變盤轉折往上 你去做出個買進的動作 我相信對你的財富分配非常幫助 幫助性是非常大 那來看到我們頂尖聖券日報 在之前跟各位介紹過的這檔股票 那這檔股票的話 時間點回到10月27號 那老師給它歸納為營收成長 那這檔股票代號是6456的FGIS 我相信在近期而言的話 這檔股票目前為止很多人在講 但是這檔股票是列入到 我們這個投資組合裡面的一檔 重點股 也就是說你要操作一檔股票 你必須要把這些所謂的 基本面的消息 完完全全完完全全的 你去把它做一個仔細的 一個了解之後 那也包含目前為止 它跟蘋果家族的一個連結性 那還有包含著外資法人 他對於這檔股票的看法 我相信通牌都看過了之後 那你會有個感想 也就是股票的方面的話 注意到基本面有沒有機會帶動股價 到底是屬於低位階的 還是屬於高位階的 當然股票的操作 你絕對不是說從120塊錢 操作到140塊錢 哇 你說老師啊 這樣我賺20塊我賺錢 絕對不是這樣子 股票操作的話 也分為價差跟所謂的波段 那這檔股票我們把它定位為 所謂的波段操作 那波段操作的股票的話 你要注意到 所謂的日線翻揚以外 這個地方叫日線翻揚 你還要看到周線 包含月線 還有量價接口 那這檔股票的話 我相信 你就跟著老師的腳步 我們一起來操作 那今天的頂圈日報 我要告訴我的會員 非常重要的一個訊息 今天你收完盤之後 你看到節目麻煩你 我們這份頂圈聖券日報 一十兩份 你一定要去做這個索取 我們先看到這張日報的 所謂的右上角的部分 這個地方有非常重要的 叫做均線三角 那你拿到的 跟老師現在跟你講的 應該都一樣了 短線上面目前為止 還沒有站上 中線上面也沒有站上 也就是說目前為止的話 它還是屬於一個空方 所以老師把這個標 判定為 它是屬於一個反彈量縮的 那這個地方有個關鍵價 我想保留給我們的會員 保留給我們的會員 那我們先看到第一行 台股佳選指數 這四天的修正 今天外資開始由賣方轉買方 但是這個是你要考慮一下 是不是連續性的 老師今天給它判斷為 技術性的一個跌升反彈 側幅有兩種 一個是以10月29號 黑黑棒的二分之一 它的點位在8624點 如果說你就以我們的開盤八法 均線三角來判斷的話 它是在所謂的8633 8633跟8624 這個相差只有幾點 九點 老師認為這兩個 均線三法的話應該 準確度比較高 那如果說你是看指標的 KD目前為止還是往下 MACD目前為止還沒有改變 那你要操作的就是 岩老師所講的 這個低位階的轉強股 這邊有兩檔股票 我相信我們會員 正在看節目 那你把頂尖勝見指標 打開來以後 這個地方有兩檔股票 一定會出現在簡訊裡面 一定會出現在簡訊裡面 你就要注意一下 那我們公布普通會員 目前為止只有剩一檔股票 好這檔股票代號003的 普通會員目前為止只剩一檔股票 那這檔股票業績成長的 你不用怕 你不用怕 那特別會員的部分的話 題材會爆發 也是屬於特別會員003的這檔股票 我們特別會員目前為止的話 檔數應該只有剩兩檔 兩檔 那你要留意到反彈 不搶進 逢高 你應該做出個調節 那你落底之後 顏老師會發簡訊給你 希望老師會幫你做到個重壓 那重點股的部分 今天這檔生計股 你回家一定要看 來導播我們帶一下 這檔股票一定要看 為什麼 因為它有庫長股效益 它有業績的營收成長 它有未來的展望 好 那看到最重要的 它幾乎被客戶追著跑 商機非常大 它是做生計的 生計的題材 包含它做所謂的蝦紅素 那是屬於醫療級的 包含所謂日本的部分 心臟的一個血管的 一個相關的疾病 包含這個老人痴呆症 阿茲海默症 也需要這個所謂重要的一個 所謂的生計的一個產品 那包含你這邊可以看到 它有所謂的居家檢測 跟美容這個保養 那這個部分的話 是屬於三合一的 三合一的一個商機 那老是針對這個生計類股 目前為止 仍然是屬於一個多方空白 所以說我們在我們的頂尖 聖券日報裡面的第二篇裡面 是花了非常長的一個時間 幫各位把所有的生計類股 利用所謂的外資法人 三大法人的買賣鈔 幫你寫在這個後面 也就是說你打開到第二頁 前面從第一行開始數 一直到第五行的中間 到這個位置去 都是屬於生計類股的 都是屬於生計類股的 每一檔生計類股 只要是有標股現行的 只要是有機會大漲的 我在這個地方都寫的 給各位來做出個參考 那包含外資投信 目前為止調節的股票 是給你寫在這個後半段的一個部分 那目前為止強勢股的部分 來先講一下 它叫2454的聯發科 代號3529的力旺 那包含6456的FGIS 那我相信這些股票裡面 只要是老師認為 有機會大漲的 老師都會把它列到我們的 參考的一個範圍 那今天要跟各位講三檔股票 來第一檔股票叫聯發科 聯發科他有個聲明出來的 對於開放中資來台 投資這個IC設計 他認為政府的一個法令 只要允許的話 他是願意的 也就是說目前為止 IC設計面臨到所謂的 國際大廠的一個競爭 包含市場的一個劣勢 所以說我們可能 會跟中國大陸的一些相關廠商 可能有來做出一些 策略上面的一個聯盟 那當然這個策略性的一個聯盟 如果一加一大於二的話 我相信每個人都樂觀其見 但是法令的一個鬆綁 我們尊重我們的法律 法律上面的一個鬆綁的話 一定要先行的去做出個 打標的動作 那當然今天的聯發科 我認為應該他利多的題材 還不只這一些啦 中國大陸的市場 我相信他目前為止 市占率也非常高嘛 如果說再跟所謂的 這個中國大陸的紫光 來做出個結合的話 這個市場的話 我相信這個範圍 應該還是會持續的擴大 來跟高通來做出一個抗衡 毛利率的部分 你要注意到最近在衰退 如果說由衰退轉為增強的話 這個股價應該有所反應 那競爭力 這是非常重要 目前為止我們還是領先中國大陸啦 這個所謂IC設計廠 接近一年以上 所以說這個競爭的優勢 千萬你要把持得住 在尾盤的地方幾個競價 來821張 演講老師說過了 在尾盤的時候去買的人 他願意去負擔這個流倉的一個風險 所以2454的聯發科 2454的聯發科 老師有發簡訊給你 你就按照老師的簡訊 我們一起來操作 這是第一檔股票 第二檔股票3529的力旺 力旺 力旺有沒有機會今天突破 你去看一下現行 錢高的位置在351塊錢 目前為止是日洲黃金交叉 好你要看到第四季 營收包含權利金 它入帳的一個金額 有沒有辦法帶動股價 當然我們操作股票 絕對不是操作一天 也不是操作兩天 也不是說我們賺這10塊錢 我們就出場了 那老師的簡訊要對於會員負責 所以說我們在節目裡面的話 這權力一定要保留給我們的會員 這是你要注意的來第二檔股票 老師今天應該也有發簡訊給你 那第三檔股票 來生機類股 這檔股票叫代號4161的育心科 育心科你要注意營收包含市場 目前為止日本的市場最大 東南亞市場正在擴張當中 那它有個蝦紅素的部分的話 是有個專利權 這個專利權目前為止 應該超過15年以上 那這個專利權非常特殊 非常特殊 產生的一個叫做營養保健食品也好 專利用藥的 藥用的一個專用的一個 所謂的蝦紅素也好 我相信這個目前為止 在世界上裡面生技廠商 它應該是擁有所謂的專利權 專利權的話如果說 這個專利權如果說應用的普及化 那這個專利的話真的是 效果非常大威力非常大 那天然的蝦紅素 那有人不懂這個東西 什麼叫蝦紅素 其實一般蝦紅素 是從蝦殼裡面提煉 那目前為止 這個生技 這個產業 不斷的在進化 那有從所謂的 這個浮塑螺身上 去做出一個擷取 那當然之前的話 應該就是從海藻身上 去做出一個 所謂的萃取的動作 那目前為止 天然蝦紅素的話 我相信這由螺類身上 去取得這個天然的蝦紅素 包含居家的一個檢測 包含美容保健 我相信這檔股票 你要注意 我們操作股票 絕對不是說操作短線的 我們都是希望 投資朋友們 你能夠做到一個 長線的一個操作 那目前為止的話 我認為 投資朋友們如果說 你願意跟上研導師腳步的 老師今天會開放 我們沒有憲明 白銀手中的一檔股票 告訴我們的李專人員 岩老師 以股換股 白銀手中不會漲到股票 換成岩老師下一檔 要操作的股票 開放今天一天 那持股的問題 以股換股 白銀手中的股票 換成岩老師的股票 好 持股的問題 今天打電話進來 交給我們的助理 好 我們助理會幫你來 幫你來做出個處理 好好把握今天這個 非常難得的一個機會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請多次問言與風頭 積極財神經濕 透視基本面 帶領會員領先部局 熟悉大難結構 掌握台股走勢 產業深度研究 前進動足先機 嚴格風險控管 帶進保證代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積績效 靈活攻守 是您追求財富路上的 良師義友 電腦部製股上線 02-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更大頭顧 永遠值得託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生涯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感絕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寧靜 Choose your online 兒牌氣密窗 古船低基金 是零膽固醇的 營養健康好吸收 而且很好喝喔 沒罐古船 都有新婚禁耶 還通過這麼多項品質認證 像這隻夠工 會輸得健康 是古船低基金 讓我們都健康 華陀福元堂各大產品 全面優惠促效中 來電洽詢諮詢專線 0800-001-860 0800-220-369 歡迎回到節目下午 繼續收看 我是文明主持的文超聖券 這個大盤連跌四天 今天是第一次的一個跌身反彈 這個跌身反彈 大家每個人都看得出來 好像成交量不足 成交量不足 該怎麼操作 來 我們看到這邊 來 電腦螢幕這邊 這個地方你看到什麼樣的訊號 你是用均線來看 還是以這根黑K棒 二分之一的位置 來做出個等距的一個測幅 也就是說陰陽K線告訴你 這個地方 這根K線 只要二分之一的地方 被突破的話 短線上面的話 這個所謂的大盤 有轉強的訊號嗎 那如果說沒有突破的話 應該是整理的格局居多 那上漲的時候沒有帶量 代表這是弱勢的反彈 但是你要記得 這個大盤的一個方向 跟類股有非常大的一個差異化 這是你所看到的一個大盤 那老師讓你看到所謂的貴買指數 你可能認為 貴買指數還是有持續大漲的機會 升級類股 來 今天紅K做推升 你也認為說這個整理結束以後 今天長紅做吞噬嘛 還是有機會往上 這個就是說你對於大盤的一個看法 是不是夠專業 如果說你的專業的知識告訴你 升級類股有標股的現行的話 你這時候你就必須要留意到 很多的升級類股目前為止 還是有持續大漲的一個空間 那這個大盤該怎麼看 我們獨創的這個叫均線三方 也就三條線 短線中線跟所謂的長線 如果底部翻揚先看短線 短線站上之後的話 這個叫做短線轉強 短線穿過中線這個叫做站上趨勢 那相反過來講 目前為止短線跌破了 中線也跌破了 但是這兩條線是糾結的 這個時候的話你就要看到 我們的贏家聖券日報 在今天的一個第一頁 在所謂的大盤走勢的第一行大標裡面 關鍵性的一個位置 老師就是利用所謂的均線三角 來幫各位來做出一個研判 那後面的股票我們要佈局的是底部轉強的股票 2454的聯發科你說強不強 你自己判決 你自己來做出一個判斷 三大法人今天有沒有站在買方 我相信盤後的資料你都看得到 你要不要事先佈局啦 老師不知道 但是我們買跟賣 我們也不會在市場裡面公布 但是老師必須要提醒你的 操作2454聯發科 你要注意到大陸的市場 包含毛利的一個上升或是下降 還有它未來的競爭力 可以帶動聯發科資料股票 日後股價的一個走勢 當然他今天也發表了一個聲明 他對於這個中國大陸紫光 這個董事長趙偉國先生 他有他的看法 他認為這個合併也好 這策略聯盟也好 只要是一加一大一二的 這個所謂基本上面 他能夠接受 我相信兩家公司都接受的一個狀態之下的話 差異性不大 差異性不大 就要看到一個所謂的法定的鬆綁 所以說各位對於這檔股票可能有所期待 但是我們的判定的方式就是用所謂的多空陰陽線 用技術分析來告訴大家 這檔股票目前為止對外的展望到底會不會大漲 那留意到第二檔股票 這檔股票之前公佈營收 我相信營收還是成長 那你要注意到第四季了 它全力已經入障的一個旺季 落在所謂的第四季 前高的位置351 今天最高來到347.5 那你要看明天有沒有機會再突破 短線上面日線跟週線已經翻揚了 那這檔股票我們要操作的話也是長線操作 絕對不是說做短線的 老實認為長線操作的話 那可以幫我們的會員帶來一個大波段的一個利潤 那第三檔股票來 升級類股了 該怎麼買 這個非常重要 該怎麼樣來買 不是一買了以後就套牢了 老實先講 不是買了以後就套牢了 如果說你來到這個股票市場裡面 一買就套牢了 你真的你可以不用操作 所以操作上面要注意到 按照我們的簡訊來操作 不是說看電視這支不錯 老實講的營收市場專利好像不錯 好來買買看 應該不是這樣子 3081的聯亞 老實講很久了 講很久了 那這樣股票 你認為晉級會不會大漲 不是今天沒有漲 不代表未來它不會漲 就跟當時候在底部的時候 你認為它會不會漲 可能不會嘛 它就是漲給你看 在這個地方買是最好 關鍵性的一個買點 拉回一樣可以買 因為趨勢沒有改變 好 那我們操作的一個過程 拿出來跟我們的會員 跟電視前面的投資朋友們 來做出個驗證 我相信驗證並不代表說 你能夠賺到錢 不管是一次的驗證也好 兩次的驗證也好 三次的一個驗證 那你後面看到這個保密了 你還在看 那第五次還在看 每天看每天看 看到9月22號 哇老師又保密了 老師很小氣 又看到營收 老師都拿報紙給我看 到底會不會漲 投資朋友都要問 到底會不會漲 老師只能跟你講 關鍵性的買點只有一個 像聯亞就是這樣子 你要注意 那你至於說GIS 那你就要注意了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是 當時候的危機入市 危機入市 那當然你看到現在6454的GIS 這叫做短線操作 D買 D檔的拇指線 這一波大概2468 8個交易率創新高 那可能漲多以後會拉回 那當時候的操作也是在D檔區啊 當時的操作也是在D檔區去買的嘛 D買高賣 拉回找買一點 那這個操作難度啊 你看到這個圖形就知道了 操作難度非常大 有一次下跌 哇這個跌下來比較深嘛 兩次的回撤 再回撤 現在怎麼樣 準備要去挑戰前高了 很多的一個操作 不是你想像中的那麼簡單 所以老師跟各位講的這句話你要記得啦 它叫做危機入市 不是你看到漲的時候你去買 它就一定會漲 應該不是這樣子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給你聽好了 近期而言的話這個起漲點 大概在120塊錢附近 到近期以來的高點這個地方 就有20塊錢 20塊錢的價差 一張就等於是你可以賺到2萬塊 你如果買10張的話 我相信這個錢是有機會 放在各位的口袋啦 那跟著專業的老師 老師會跟各位講 你如何來操作這檔股票 你如何來佈局這檔股票 這中間的一個操作啊 我相信啊 每一通簡訊啊 都可以讓我的會員來驗證 那這次的操作啊 光光就是賣價減買價 這個差額性非常大 我希望每一次的操作 投資朋友們都能夠跟上腳步 那後面你再看到第三次 第四次啊 這個地方叫黃金的一個買點啊 最低檔的位置區啊 你要注意到 那操作一檔股票老師 必須要跟你講喔 麻煩各位長線操作 不是操作短線喔 一定要長線來操作 那有沒有機會挑戰160 那你要注意喔 你要注意喔 那老師長期跟你講的 這三個要點 蘋果概念股的成長指標 包含外資投信大戶 他們如何來看待這檔股票 當然我們近期以來操作啦 還包含所謂的三三七四的精彩啦 我相信如果說你底部佈局的話 這三根漲停板是有機會啦 如果說你底部沒有佈局啊 你說老師啊 我這三根漲停板 我要放在口袋裡面 老師認為機會不大了 機會不大 你不見得 你沒有佈局嘛 那後面漲上來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是我們近期操作的這檔股票 包含這個羽龍在內 羽龍老師當時候跟你講嘛 在底部區 你一樣要去做這個佈局的動作 因為在這個地方老師看到一個訊號 它叫整理結束了 那既然整理結束以後啊 你去做這個買進的動作 那後面啊 那是有機會做到一個大漲啦 所以說很多的股票目前為止 你要看位階 你要看籌碼面 那老師都會即時的來幫各位做到一個掌握 那新朋友的話 老師這邊有幾句話要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穩超證券啊 你要記得啊 老師啊希望你能夠做到 我們在會期以內啊 持股比較多 三檔以內 能夠避開風險 資金啊有效的運用 凡事不管怎麼樣變化 我們都按照這個趨勢來操作 顏老師啊秉持愛心耐心跟誠心 我們願意幫助投資人做到一個反敗為勝 如果說你相信專業 老師幫你嚴控風險 嚴格嚴控風險 那幫助各位穩健操作 投資理財開大門走大陸 不投機不取笑 才能夠長長又久久 大賺小賠理性操作 那投資人你要記得 你的資金啊 必須啊是一筆啊 閒自己的資金啊 我們利用會期以內啊 來做到一個低階高賣 好 不管是架沙也好 波段也好 老師希望啊 都是看準的以後再出手了 那會員的教材 目前為止除了開盤八法 多空陰陽線 還有包含我們的頂尖聖券日報 不定期的 定期的我們會舉辦 所謂技術班的一個教學 讓我們的會員啊 投資理財的道路上面懂得多 學得也更多 那你可以把心理準備好了 你準備好了以後再行動 老師非常歡迎你 不是第一次來參加的 什麼意思 之前可能有很多失敗經驗的 你想要再一次的反敗為勝的 那老師非常歡迎你 那今天打電話進來呢 你要記得 你的一檔股票換成岩老師 目前為止手中的一檔股票 操作的策略 老師幫各位做到一個 太陸流強 持股集中 反敗為勝 那新會員的部分的話 這邊有所謂的底部翻陽的三檔股票 三檔股票作為一個投資組合 這個投資組合 有機會讓各位做到一個反敗為勝 那新會員的部分也要是親自通知 我希望各位能夠拿起你的電話 這個投資組合的話 有機會讓各位做到一個反敗為勝 好 我們明天見 歡迎自負投資風險 歡迎自負投資風險 本地研究 資歷完整 共有二十年豐富的股市經驗 畢竟多次蜿蜒與空投 積極貸賞公司 透視基本面 帶領會員領先布局 熟悉大膽結構 掌握臺股走勢 產業深度研究 前進動輔先機 嚴格風險控管 帶進保證代出 集中火力 開始累積縮 靈活攻守 是能追求財富路上的良師義友 並能夠製股增線 02-2781-0909 2781-0909 軸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部分就業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破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託付 所以全力以負 電達特顧 02-2781-0909 02-2781-0909 每天都日下雨林 真的好希望有一台 可以遭風避雨的車喔 不認回的付出 真想有個家嗎 楊心文好 很高興為你服務 銀行貸款的顧問專家 趙龍心 讓你都安心 有些人比你更重要 有些人比你更重要 有些人哪一千五 空秋冬一途 風聲 擦水擦清漆 再回來心愛的無言的男人 五聲那鄉 風吹風吹 叫空秋冬 五聲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